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区别主要是程度不同 这个问题大致了解一下 第二 适应症 轻热剂治疗的症候是理热症 理热症的成因不外内深与外感两端 从性质上讲 有虚实两大类 食热症可见外感热病子理热阶段 有气氛热症 淫氛热症 血氛热症 气血两番 属热症都不同 也可因内伤淤而化活 虚热可见于热病后期因业大伤 外感邪气 淤酒伤阴 杂病内伤 阴虚 阴不致阳 虚热内深 第三个问题 分类 治疗理热症应该在轻法的指导下 辨证使用轻热剂 因为理热症有在气氛 血氛 脏腑等的区别 又有食热 虚热之分 有轻重缓急之俗 因此 本章方济按字法相应分为 轻气氛热 轻阴凉血 轻热解毒 轻脏腑热 轻虚热等无类 第四 使用注意事项 轻热剂的应用原则 一般是在 表正一解 热一入礼 或者 理热一肾 但尚未结实的情况下使用 若热鞋在表 应当解表 理热已成腐实 则以弓下 表鞋未解 热一入礼 则又以表里双解 应用轻热剂 需注意一下事项 第一 要首先辨别热症的真假 误为假象迷惑 若为真寒假热 切不可误用寒凉 这一点 是在使用清热剂时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 若误把假热当作真热 而用寒凉药 则无异于雪上加霜 可能会使阳气暴亡 而出现重大的变症 二 要辨别理热所在的部位 若热在气分 而至血 必将隐邪深入 若热在血分 而至气 则无济于事 这就是叶天寺所说 前后不寻缓击之法 律其动手辩错的道理 三 是要辨别热症的虚实 要注意 履用清热泄火之计 而热 仍不退着 这就是王斌所说的 寒之不寒 事无随也 此时 当改用 干寒之因撞水之法 使阴富 则其热自退 第四 是要权衡轻重 量振投药 热肾 而药量太轻 无异于杯水车心 热微 而用量太重 则势必热去寒深 对于瓶数阳气不足 脾味虚弱 外感之邪 随以入里化热 以应盛用 必要时配悟行脾合味之品 以免伤阳爱味 第五 地于热邪刺肾 服清热剂入口即兔子 可于清热剂中扫着温热药 或采用良药热服法 这就是素问所说 炙热以寒 温而行之的反着法